一步一脚印感受新福州 欢迎收看今天的福州 我爱你 我是王妍 大家好 我是志宇赵的个儿 这前两天咱们说过周虹老师 这个敏剧真的是很压巴 不愧是咱们女梅花的得主了 不过今天要向你介绍另外一位老师了 听你这么嗨也是敏剧老师 我就要给你提个醒了 它是以梁柱为代表性的作品 梁柱 那敏剧里好像这个梁柱 我没听说过 恕我孤陋寡闻 不过我在乐剧里倒是 真的好像听说过梁柱的作品 没错了 就是乐剧 那要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老师的一些故事了 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 方向故事 从13岁出社梨园 到今天 乐剧的舞台上 他已经走过了24度春秋 就是我在从小就可以听着乐剧长大的 回首这24年的演艺生涯 他甘之如饴 却又深情难赴 就是你在舞台上 你做好了一些基本功的训练之后 你走的每一步 包括你的水秀眼神 都能看出你的基本功有多少 今天的福州我爱你 带您走进国家一级演员 郑泉 来听一听他那舞台上 低音浅唱的乐剧人生 一九零六年 乐剧诞生在浙江盛州的村落田间 唯某百年 乐剧早已从村落里的田间说唱 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的地方性大剧种 穿越时间的帷幕 我们在百年的时光碎片里 打捞乐剧的浮光乐影 听他们来为我们诉说乐剧的故事 因为乐剧在我老家 也就是说发源地盛州 那么我的家乡就是一个乐剧的诞生地 一九五九年 乐剧影太创始人尹贵芳 率芳华乐剧团全体演职人员南下福建 这个名声赫赫的乐剧团从此落户福州 六十年一甲子 芳华恰若文化传播的使者 以一棵榕树包容于守护的姿态 为榕城植入了乐剧的文化基因 就这样来自异乡的乐剧 就在榕城的舞台上拉开了幕布 而在这个绿印满城的城市里 在乐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位老师 他来自乐剧之乡 盛州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 陪伴乐剧在这里走过了二十四年的风风雨雨 他就是芳华乐剧团的郑权老师 也就是我在从小就可以听着乐剧长大的 也许我的家人中间没有真正唱乐剧的演员 但是在我的周边的一些亲戚啊 好朋友啊 包括这个家乡整个氛围 都可以听到一一压压的这个父亲声 所以这是一种而入勿然的一种氛围吧 可谁也不知道 这位出生在乐剧故乡 从小听着胡琴声长大的郑权 在来到乐剧学校之前 根本不会唱乐剧 当时乐剧团来到郑权的家乡招生的时候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就在老师的面前唱了一首雷锋 学了一首唱了一首雷锋 学习雷锋好帮扬的呀 也许是因为嗓音条件不错 老师就给小郑权开了特例 凭着这首歌 他顺利地通过了出世 然后赶紧要去富士 富士赶紧去买了一个磁带 买了这个《红楼梦》的那个藏花弦 学了一小段 大概学了前面四句 唱得也不是很好 应该说我在当时的招生的群体当中 就是学员当中 我是乐剧基础比较弱的一位 不会唱乐剧 就这样 不会唱乐剧的郑权 就这么只身一人 从盛州 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 来到了福州 第一次背景一乡 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让小郑权很不习惯 尤其是看着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都比自己优秀 进步也比自己快 这让性格内向的郑权很着急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不如其他同学 学得那么快 学得那么好 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然后就觉得好 关起我们来自己一个人 用功倍 我们学这样 为了不落后其他同学太多 在学校里的政权 就不断地加紧练习 如海绵 不断地吸取着老师所教的知识 唱念作答 手眼伸法步 一样都不能瓦下 无论是严寒酷暑 每天早起练功 受伤了 他依然强忍着痛 春花秋月 不论阴晴雨雪 他依然风雨无阻 就是你在舞台上 你做好了一些 基本功的训练之后 你走的每一步 包括你的水秀眼神 都能看出你的基本功 有多少 所以你作为一名戏曲演员 不要忽略 基本功的训练 他还是需要非常 扎实的训练 尽管每天的生活 几乎只有训练二字 但对于当时 还只有13岁的郑权来说 只身来到福州 面对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还是觉得很孤单 每次对着窗户压腿的时候 望着窗外的乌山 他的思绪 就会飘回那千里之外的家乡 耳边回想起妈妈的软声浓语 浮现出田间小路上的鸟鸟吹烟 这边遥远地看到 就在我印象当中 坐着火车过来路过那个山轮 然后遥远逛过去 就觉得我想家 真的那时候 半年才能回去一次 早在两个月前 我就在倒计时了 就说快过年了 我要回家了 那时候最痛苦最难受的 就是想家 那时候毕竟还小 年龄也比较小 可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场景 小小的郑权也没有想要去放弃 这样的一条路 是他自己的选择 即使再怎么苦 他也要咬着牙走下去 所以之后的每一天 郑权都比其他同学 更加刻苦地练习着每一个动作 也在尝试着 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定要非常地丰富地去学 敞开心扉地去学 那进了剧团之后 那么你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本功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 合适自己的 比如说像我们乐剧 要讲流派 还有你的行当的定位 就是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条件 自身条件 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找到自己合适的路 是这样 那时候的政权 对于乐剧的流派 并没有很详尽的概念 在学校里老师教什么 他就学什么 也没有想过 自己要固定去学 哪一个流派的唱腔 直到2008年的时候 他接到乐剧经典剧目 唐婉中唐婉一绝时 他才第一次考虑到流派这个问题 老师导演又问我 他说你需要唱腔设计 要什么流派 我一下子就被蒙住了 问倒了 我居然都没想过 我说自己可以唱 选择学什么 写什么流派 就是这么一个 简简单单的问题 去把政权给拦倒了 从前他都是跟随着 老师的步伐 来练习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唱腔 这次他要独自挑大 来揣摩这个角色 一时间政权也有点不知所措 无从下手 这时候老师在这么一问 也让他不得不开始思考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演绎唐婉这样一个角色 想来想去 我觉得张派 张云霞老师的流派很好听 因为目前来讲 乐剧界学习张派的人也非常的少 那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来讲 要固定去学一个流派 我想只要有这个机会和缘分的话 我就不妨尝试一下 因为学的人是很少 那么我就选择了这个流派 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 政权就这么确定了自己的流派 可是现在学习张派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怎样才能让自己乐剧生涯可以更进一步 他就需要一个师承张派的老师来指点他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著名的乐剧演员 也是影视剧的著名演员何赛飞老师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提点 他可以说是影视乐剧多期明星吧 那他有他的明星效应 那我知道他非常的忙 因为我从小我又很喜欢他 在他老师的那段戏别里 我就从小就是模仿着唱的 也作为在我这边的一个保留剧目 就这么想着 他就开始四处向人家打听 何赛飞老师的电话 家人 朋友 学校里的老师 能找的关系他都找遍了 终于要到了何赛飞老师的电话 拿到电话之后 政权立马给何老师发了条短信 表达了自己想要跟何老师学习的意愿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来 发短信息 就像我自我介绍 我是谁谁谁 然后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唱枪 然后把我的录像 也就是唐宛的录像寄过去 寄到何老师那边 那一来二去 何老师见我有诚意 那通过几个月的联系吧 大概有大概几个月 到了七月份 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在09年的七月份 我踏上了去上海 寻何老师的路 政权就这么只身一人 踏上了去寻找何老师的路程 展开了他乐剧历程中的一个新的篇章 政权到底见到了何赛飞吗 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的乐剧人生 又会有着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明天福州我爱你 继续为您讲述 一不一样的感受新福州 欢迎各位光临福州 我爱你 我是志宇赵德哥 哇塞 太有激情了吧 我是王妍 昨天咱们介绍了 这个乐剧演员 郑权老师 那他联系上了何老师 就这么一个人去了上海 找老师去了 但是我们有个疑问 他最终败事学艺成功了没有 是的 他联系上了何老师之后 就去上海找了何老师 当然了 何老师也引荐了 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 这些艺术家也给郑权老师 一些无私的帮助 那后来的故事呢 后来的故事呢 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方向故事 一起了解一下吧 从13岁出色黎原 到今天 乐剧的舞台上 他已经走过了24度春秋 就是我在从小 就可以听着乐剧长大的 回首这24年的演艺生涯 他甘之如矣 却又深情难赴 就是你在舞台上 你做好了一些 基本功的训练之后 你走的每一步 包括你的水秀眼神 都能看出你的基本功有多少 今天的福州我爱你 带您走进国家一级演员 郑权 来听一听他那舞台上 低音浅唱的乐剧人生 二十几岁的郑权 只身一人踏上了去上海 寻找何老师的路程 他依然记得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 依然记得自己怀揣着梦想 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依然记得自己当时忐忑的心情 到了上海之后 郑权终于见到了 朝思暮想的何赛飞老师 何老师也引荐了张云霞老师的家人 以及张派作曲家 唐慧良老师 正是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给郑权的无私帮助 让他更有了信心 要学好并传承张派 这时的郑权有了一个新念头 那是我征求了何老师和张老师的 家人的意见 因为我有心想说 我虽然排了一些原创的剧目 但我一直觉得 真正的张派唱腔要去传承它 不能只是几个片段 或者说只是一个唱段 折子戏 为拯救乐剧张派 面临着失传境遇 郑权从去年8月起 开始筹备副牌张派代表作《貂蝉》 张派这个由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张云霞女士创立的花旦流派 具有小江功夫 华丽多姿的艺术特色 在江镇一带 曾有十旦九章的说法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 设在上海的张派剧团 后来解散 面临着失传的局面 而貂蝉作为张派的大戏 上一次的现演 还是在33年前 死后成为绝想 这出剧目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演了 对 剧今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搬上舞台 没想到一炷清香 重新燃起了对乐剧界 对张派的这个关注 就从五月份 我这一次全国的巡演 从福州首演到上海 再到杭州 再到绍兴 一路走来 真的乐剧界 还是有很多的信仪和观众 来关注流派 这个流派 而且得到了很大很大 很多很多的鼓励 一步回为乐剧舞台 三十三年的大戏 演出成功 也让郑权这样一位 演出生涯超过二十年的 舞台老将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这样的盛况背后 却有着一段艰辛的过程 副牌一个即将消失的流派剧目 还敢将其带到乐剧的老家去 即使在福建业界内部 也有着不小的争议 那么这样的逆袭 到底源于怎样的想法 政权又为何要自讨苦吃呢 传承张派其实这故事 一个很明确了我的这个 乐剧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同时我也担当了一定的 传承张派的责任 我觉得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政权 能够去演唱或者传承这个流派 更重要的是要 让这个流派能够传下去 年轻人一定在他的合适范围之内 能够知道流派的这个 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有利 那么他去学习 我就会带他们 希望能够给他帮助 然后引荐给我的老师们 让他们去帮助他 也许我的力量是微小的 但是只要我有这份心 我希望能够推动他们 推动他们去学习 这样 梦回三国风起云涌 金戈铁马 英雄美人 近在貂蝉 政权的成功 让那些曾经觉得他在自讨苦吃的人 刮目相看 而政权传承张派的故事 也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 他的一个妹妹高伟 还特意要求微博名人胖布端 帮政权设计Q版卡通形象 胖布端被政权的精神所感染 破例免费为他设计了一个 Q版貂蝉的卡通形象 要知道胖布端只设计 京剧的Q版漫画形象 其他流派 其他戏曲剧种 他从来都是拒绝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传 也是一种传递 因为我是非常有心地在传承张派 除了自己在传承 正牌的精神也感染了两个90后的乐剧小演员 他们也爱上了这个 以婉转柔和华丽多姿 风格独树一致的张派 赵阳作为这次青春版貂蝉里面的主角 对于他而言 政权是他的魔法对象 自己只有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而政权能给予赵阳的便是倾其所有 把自己所学的一切都传授给他 戏曲上的话就有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都基本在自己琢磨的那种阶段 就自己去想自己去练 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区 误区的话就是这时候政权老师就会告诉你 你到底走错了哪一步 哪里不对 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年轻的一辈对张派唱枪的完美诠释 让政权看到了希望 在传承张派的道路上 他不再是孤单一人 一个流派的传承 也必须要有更多的下一代继承传递下去 政权坚持不懈的精神 同样也感染了另一个九龄后小姑娘 康婉莹 婉莹出生在一个乐剧世家 因为从小而如沐的 不知不觉也爱上了乐剧 后来遇到了政权 了解到了张派以及政权 为了传承张派背后的故事 他感动了 他给我最大的那种感觉就是 他对他的那个乐剧艺术的热爱 还有那种坚持不懈的那种精神 他这个给我感触非常大 张派的魅力也许不仅仅在于他那小腔丰富 变化灵活的唱腔 更在于他背后所传递的精神 和老一辈艺术家给予年轻演员无私的帮助 张派的传承也许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吧 传递着张云霞先生的精神 传递着艺术家们的一腔热血 传递着政权的梦想 就像一切美妙的艺术最初都源于草根一样 穿越百年美丽的乐剧 端的是草根之美淋漓的绽放 草根精神自意的张扬 张派的魅力 我特别是学了貂蝉之后 就发现其实学貂蝉你就 学那个张派你就等于学了好多种 好多种流派一样 它里面有结合原派 然后因为张云霞老先生 他以前是那个学过京剧老生的 所以又有京剧的那种底子在 我觉得自己就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虽然现在我们学习这个流派的人很少 但是我们就会像郑权老师一样 就是一直为这个流派去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2014年中秋节前夕 郑权受邀到中央电视台录制中秋戏曲晚会 作为张派的传承人之一 郑权十分自豪 他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新认识张派 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在默默地支持他 以及自己对张派的这份热爱 我想这些便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最大的希望就是 我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个一处张云霞老师貂蝉 而我们张老师的剧目有很多的精髓 比如像春草闯堂 像游龙飞凤 还有这个 真的我觉得像特别春草闯堂 我觉得本身这个剧目家喻户晓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观众爱看的一个剧目 希望有一天能够 我们的年轻演员能够把这出戏恢复起来 重新搬上舞台 让大家来领略一下张派的魅力 当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重新回到百年之前 当我们重新在一个世纪的碎片里 寻找乐剧的图观掠影时 我们不仅会感慨会沉思 同样也能有所发现 有所感悟 乐剧百年的历史 就这样多姿多彩地 为我们挖开了舞台的眉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